台湾花莲 于周二晚间11点50分发生瑞士规模6.0地震 到周四早上8点为止 已经造成9人死亡 265人受伤 仍有数十人失联的惨剧 其中灾情最为严重的云门催急大楼 日本建筑学会前会长 东京工业大学名誉教授何天章 在看过现场影片后 直指核心 云门催急大楼的设计有明显瑕疵 才导致灾情扩大 综合台湾与日本专家的意见 这次花莲强震造成重大损害 有三大主要原因 1.浅层地震 2.浸断层效应 3.软底层效应 第一是这次地震 属于震源深度在0至30公里内的极浅层地震 第二大原因 这是因为这次强震灾区 位于比伦断层带的地表破裂线上 第三大原因 就是软底层效应 如果底层是开放空间 上层是居住用途 它具有软弱底层的缺陷 日本建筑物耐震对策权威何天章更明确指出 云门脆体大楼因为设计明显强疾 导致第一底层的耐震度不足 才会在地震中倾倒 和年章从来台湾考察 它表示 921大地震 很多岛下的建筑物 都是棋楼与大厅支柱太细 或柱子数量不足 这都不是理想的设计 国际东西综合外电报导